坐落在原山乡出坑段元宝山金凤岭的宜兰普恩公 历经28年的时间即将在2月3号这个礼拜六举办静坐大典 当天一大早开庙门之后就会有一系列活动 邀请宜兰乡亲共襄盛举 宜兰普恩公在民国85年在郊西的普恩公成立筹建委员会 走到112年12月就9个殿全部的完工 那这个9个殿有天上圣母殿 有官圣地金殿 最宫神殊殿 还有官阴大寺殿 武宅心殿 还有公父千岁殿 公父台地殿 还有祝贤零殿殿 还有祝贤零殿殿 都在9个殿 还加一个 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 荷雅 荷雅堂 还有门 这个五大的这个门 都安装完成 所以我们预定在今年的这个113年2月3号早上举行静坐大典 欢迎大家来参与晚上还有这个这个福院来做 同时还有舞台欢唱 浦恩宫顾问前蓝阳技术学院校长魏文雄表示 浦恩宫原始在交系乡中山路 28年前开始规划在中华春新建新庙 主要是供奉天上圣母以及其他共9位神明 其中妈祖官公以及祭公神像 特别从大陆泉州委托雕刻大师采用花雕石雕制而成 而观音大师则是委由三亿雕刻大师利用块木雕制而成 神像庄严并且配合诸神神格 是以金雕细琢的金龙 浦恩宫特别邀请乡亲 过年的时候迎龙年到浦恩宫赏金龙吃平安州 这个是我们找那个对这一方面 庙宇这方面的大师来做的 叫贵清坡先锡 零售工程只做得非常地生动 许喜如深 宜兰新闻记者黄文淑采访报道